禁宗的殊胜是直接修一心 这是他最深之处 禅宗也殊胜 禅宗也是直接修一心的 但是他的方法跟禁宗用的方法不一样 他用的方法是直接的 关心残化头 尤其是关心的确是直接 但是忠下根心的人不行 忠下根心的人妄想太多 烦恼太重 你惯不沉 障碍也无盖 这个是障碍准你 你不能成就 禁宗这个法门 比起禅宗法门 说实在话也是直接 法子逼禅宗要来的殊胜 圣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是将如来谷地 所以说谷地者 这一句阿弥陀佛呢 是如来谷地所成的证据 我们用这个东西作为我们因地心 这就输胜了 直接从谷上修 不是其他的这个法门呢 修阴正谷 他从阴到谷 我们这一下手呢 就是谷 直接从谷上修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识多不明了的人 意见多 误会多 怀疑多 将这样殊胜的法门 当面错过 那是真正贵 那是真正贵 钰